对于金松来说 演技最难的不是模仿谁 而是如何突破自己 作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的实力派演员 金松一直在不断努力尝试突破 争取为观众带去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看过水虎传的朋友 也一定看过金松扮演的鲁直身 这个将近一米九身高 和一身撞碎肌肉的华和尚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别看金松这么壮硕 那都是他努力得来的成果 虽然走的是演艺这条路 但是最开始金松走的却是运动员的路线 看他的天赋与身材 大家就知道 金松小时候也都是那种天才运动员 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时候的金松仿佛不知道泪一样 每天都是拼命训练 只希望有一天为国争光 可惜命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一次马术训练的意外 让金松彻底离开了热爱的运动员生活 不过运动员的精神却一直跟随着他 在以后的演艺生涯中 金松也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对待 是个被人称赞的演员 在生活中 金松的感情生活也很让人羡慕 他的老婆叫李问彤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 两人非常恩爱 很容易回答 因为他没有恶习 他不抽烟不喝酒 不错不错 太给骗子了 你这辈子真的没什么意思呀 他们都这么说 说不像个男人 对不起 好